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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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请问 钱老师 是民国几年到台湾去休息 起乎节以后 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好 我今天能够回到金门来 然后又可以跟 陈老师你再次见面 那我今天你想要问我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太遥远了 我要先从我们今天开始 我是为什么回来的目的告诉你 我今天是因为我最近写了一本 叫做金门的女儿 那么这个金门的女儿呢 是我做一个八十回复 因为我本人呢 就是已经八十一岁 那这一本呢 是我在三年前就想要计划来写的 我想我还是写一写呢 能够比较对于我的这个岁月 用写的方式比较会清楚一点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书啊 先出版以后我就寄回一半回来 然后一半留在台北 那回来以后呢 因为在这里呢 离开太久了 很多同学了 还有相亲了 对我也慢慢陌生了 那我把书想要分给大家 我都无从分歧 所以我就要回来 回来以后呢 我就首先找到你陈老师 我是想说 哎呀我的书要给谁看啊 我的书要怎么发啊 陈老师也告诉我一些 可是呢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 怎么样的 来广泛的 来提 来给大家 发这个书 不过呢 当我回来的时候呢 听说 因为这本书也受到 我们金门县政府文化局的账助 这个呢 原月九号 要做一个联合的新书发表 那我想 在他还没有做新书发表之前 我也慢慢的送出去 因为我觉得我 我应该把这个书 慢慢送给我那些 从小一起长大的人 让他看看 看看我陈树明 这些年到哪里去了 做些什么事 因为这本书里面 写的太清楚了 尖门的女儿 尖门的女儿已经离开尖门一甲子了 中间虽然也常常回来 可是呢 就是因为 人单四孤一个人 要找一个人 没有车子不方便 有车子时间也有限 所以我只好 有时候这一家走走 有时候那一家走走 可是这本书呢 要赶快画出去 让大家看一看 但是呢 所以我只好回来 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受到陈老师的邀请 然后能够到这里来 我太高兴了 我高兴了 昨天都睡不着觉 请你问我 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我的目的 是要把这本书推出去 让我们所有的同乡 所有跟我一起长大的 好朋友 同学 跟认识我的人 能够看一看 陈树明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一甲子 他离开了家乡去做什么 然后呢 这本书里面他在写什么 我这本书可以 我先讲一下 我可以用那个 我小时候就喜欢读那个 苦儿努力记 跟苦女努力记 可是苦儿流浪记 苦女努力记 还有大家所熟悉的 那日本的片子叫阿信 我告诉他们 我也告诉同学 我说我这本书所写的 可以说甚为他们的努力奋斗历程 不亚于他们 可以请大家来欣赏欣赏 我们金门的女儿 兼满的女儿陈树明 八十回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